战机快速飞越台东制航基地上空来回巡视 还有好几架战机停在停机坪上排排站 进入备战状态 会这么严谨就是因为这回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 展开对台军演包夹台湾 肩负东南空域安全的台东制航基地 一早五点半就有战机起飞介护 战机起降频繁支援战备的IDF金国号战机 机翼两侧都有挂弹 显示战备升级 转场支援的F16战机永英高叫机 拖出机棚在跑道上待命 另一边高雄地区好几辆直升机在爱河上空不断盘旋 陆军罕见出动直升机 两架挂在托式和地狱火飞弹的眼镜蛇直升机 以及一架挂上实弹的战搜直升机 飞越市区上空来回盘旋巡视 不只如此海军成功级巡防舰 也从左营出海 全速航向西南海域要捍卫领土 还有好几辆海军机动雷达车开上街道巡视 迅速到阵地待命准备一切就绪 中国渔船从台湾四面八方包夹 就有军事迷发现 两艘中共海警船2301和2304出现在花莲外海 海军一早出动两辆雄风2型反舰飞弹发射车 进驻到花莲港 发射车更是举起了弹箱 指挥管制车 卫星通讯车 通通在一旁待命 就连桃源逐围渔港也已经部署雄二飞弹 国军不敢大意 台湾各地军港保持戒备状态 国军海陆空都出动 就是希望能够防备中共军演 守护国土 新闻终合报道